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韩剧高分悬疑奇幻片《惊奇的传闻》第十一章的故事 上章我们说到,因为苏文的单独行动,已经让恶灵掌握了灵狱的样子 本故事开始,三接恶灵小黑焦急的城市中的恶灵 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绑架了苏文,好家伙 这一上来就目的明确,面馆内娜娜感应到了恶灵的异常,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马上接到了小黑打来的视频电话 小黑以苏文为威胁,逼迫面馆的三人前往一处废弃工厂 不得不说,看到苏文有危险,大家都急得焦头烂额 尽管苏文自己怕得不行,但他还是竭力嘶吼 让伙伴们千万别来,猎魔小队,怎么可能放弃苏文 几人马上开车前往工厂,到达现场后,三人开始商议对策 在场的恶灵中,短发女小白和小黑是三接恶灵 他们绝对不能单独对抗,三人一定要抱团 只可惜想象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小黑也知道三人抱团战力强大,于是早就设下埋伏 找准机会将邱姐拖入小黑屋,真阴险 直接把辅助先抓了,贾哥和娜娜想靠蛮力破开铁门 可就在这时,娜娜忽然感应到小黑要对苏文下手 邱姐顾不得自己的安危,赶紧喊话那贾哥和娜娜去营救苏文 两人只能暂时丢下邱姐去营救苏文 两面都有危险,真的太难了吧 此刻邱姐,这边危机四伏,身为队伍里的治疗师 邱姐本身战力并不强悍,面对两名恶灵的加工马上就落入了下风 好家伙,太不讲武德了,奶妈怎么能单杀,又不是输出装备 奶妈队上战士哪怕等级再高,也只能落得挨打得分 伴随着邱姐被打到阴阳界内的小帅也陷入 其他圣灵感受到了猎魔小队威胁 紧急联系众人,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贾哥和娜娜这边很快便和小黑的手下打成一团 起初还打个有来有回,伴随小黑牺牲掉自己同伴 吸取他的灵魂后局势彻底一边倒 两人被死死压制住 我的天,看完直呼太卑鄙 居然连牺牲队友来获得能量的事都能干得出 真的坏透了 苏文眼看伙伴的危在旦夕,自己却什么都干不了 一时间,无尽的屈辱涌上心头 不得不说,这得多绝望啊 看着朋友被欺负自己却束手无策 这时,刚才被小黑吸取灵魂的恶灵体内冒出了一团黑气 紧接着冒出了一团氯气 苏文门的响起 甲哥曾告诉过他 黑气代表恶鬼 绿色的气代表生命 是被困在恶灵体内的灵魂 我的天,这都是些什么奇怪的东西 有没有害的呀 伴随着这团氯气猛的地冲进苏文的体内 一瞬间苏文又能感应到阴阳界的存在 圣灵们听到了苏文的呼唤 与此同时,阴阳界内出现了一位小姑娘 正是刚才被苏文吸入体内的氯气的灵魂 此刻奄奄一息的秋节也被抬了过来 看着倒在地上的伙伴 这一刻,恐惧,愤怒,悲伤 无尽的痛苦涌上苏文心头 不得不说 看着朋友一个接一个被打到 是我都愧疚万分 他知道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 不断祈求圣灵 出手救助大家 圣灵危根的心头忽然感受到一阵剧痛 似乎苏文和他还有着脸 小黑人狠话不多 直接在现场浇上了汽油 一把火 打算把在这里烧成灰烬 真狠 居然毁尸灭迹 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派 临走前还将两位恶灵留在现场 打算一起烧死 这两位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小黑子带走了短发女小白和小腿 好家伙 感情队友在他眼里 只是个工具人 一边是恶鬼们的癫狂大笑 一边是苏文撕心裂肺的吼声 一瞬间 苏文爆发出了超脱凡人的力量 阴阳界内忽然被古神秘的力量入侵 彻底陷入混沌 威根被一股强劲的力量吸出了一阴阳界 祸害中的三人奄奄一息 苏文不停自责 泪流满面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化身白光的威根 越过山河 大海出没 冲了苏文体内 伴随着奇幻的一幕 苏文正脱束缚 浑身充满力量 不得不感叹 正义是不会被打败的 此刻 伴随着一声巨响 工厂瞬间爆炸 在外等候多时的老坏和大哥一脸兴奋 终于解决掉这些绊脚石 老坏一脸轻松 从工厂内出来的小黑望着楼顶的老坏一脸冷漠 老东西 别高兴得太早 画面一转 伴随着苏文觉醒力量 他召唤出了领域护住了猎魔小队的伙伴们 几人幸免于难 苏文爆发出逆天战力 解决掉了被小黑强行留下了两位恶灵 抱着奄奄一息的秋节 宛如战神回归 阴阳界内的圣灵侦察官 看着现场发生的一切 脸上无比的震惊 很快 在张武的安排下 几人被送往医院 贾哥和娜娜还好 秋节由于伤势过重彻底陷入了昏迷 贾哥一时间气不过 直接杀到阴阳界 质问圣灵要不是他们剥夺了苏文猎魔者的身份 好家伙 险些让大家都团灭了 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 贾哥和自己的圣灵栏栏爆发的激烈冲突 忽然一股记忆涌入贾哥的脑海 他的记忆零零散散地回来了 隔天一早 被苏文打倒的两位恶灵已经变回了普通人 身上挂着自己罪行的牌子 被丢到了警局门口 等待他们的是老底坐穿 不得不说 这就是恶人有恶报啊 此刻 医院内的秋节不省人事 苏文三人陪在秋节身边 以前别人受伤 都是秋节用神力帮忙治疗 现在队伍里的治疗是受伤 其他人一时间束手无策 心急如焚 屏幕前的我看着都急 秋节千万要没事啊 这时娜娜说出了令人意外的消息 他昨天和小黑的打斗中 独具到小黑的记忆片段 得知小黑已经和老坏联手 帮小黑家属 伪造新身份 以及他们遭遇的一切 都和老坏脱不了关系 另一边 老坏和大哥正在高兴地喝酒 他还不知道苏文等人没事 在他眼里 现在还有一个人需要铲除 此处 我祝你们都没好果子吃 那就是一直在和他们作对的英姐 而小黑这边收到了 老坏给他准备了一大笔钱 打算带着小白前往国外赞避风头 希望你们半路就被抓 画面一转 苏文独自走在路上 忧心忡忡 忽然他听到了威根的传话 让他来阴阳界一趟 监察官要检查 原来监察官不知出于何种目的 选择的恢复苏文裂魔者的身份 苏文开心到起飞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他终于又能和大家并肩作战 苏文告诉威根 经历了这么多 他终于明白 自己不该 只是为了父母 他会在今后的战斗中找到 成为裂魔者的意义 威根也为自己之前不信任苏文道歉 现场一片其乐融融 可高兴不过三秒 忽然传来了秋姐病危的消息 苏文马上赶往医院 此刻 贾哥和娜娜已经哭成了一个类人 在急救室外不断呼喊着秋姐的名字 树文能做得除了哭也毫无办法 此刻 昏迷中的秋姐浮现出一段回忆 七年前 秋姐遭遇意外落水 已经昏迷了一个月 她的潜意识 始终放不下自己的儿子 小帅 威根找到了秋姐 只不过秋姐已经生无可恋 她的儿子小帅已经离世 她也不想苟活 忽然一声妈妈闯入秋姐的耳中 成为圣灵的小帅出现了 母子俩相拥在一起 这一天 小帅成为了秋姐的圣灵 他们今后将会同生共死 回到现实中 一声卖力地进行心脏复苏 脑海里 秋姐在水里一声声嘶吼 想要抓住小帅的时候 秋姐爆发出极强的求生欲 小帅似乎也感应到了妈妈的呼唤 从昏迷中醒来 奋力游向秋姐两人手牵手的瞬间 泪目了 不得不说 看到母子都平安没事 真的太好了 现实中的秋姐 和阴阳界的小帅同时落泪 伴随着圣灵小帅苏喜 秋姐总算挺过了这一关 秋姐没事真好啊 苏文等人簇拥着秋姐回到面馆 这群人终于又团圆了 这次贾哥后来宣布 他们的记忆找回来了 只不过记忆零零散散的 只有一半 众人都在为贾哥从未找回记忆 而感到高兴 另一边 英姐在搭档小江收集到的一些照片 英姐一看 大惊失色 她叮嘱小江从现在开始 不要透露这件事 更不要掺和到这些案子来 紧接着 她关闭的审讯室的监控 开始审讯二哥 这让崔署长隐隐感觉到不安 好家伙 这是发现了什么秘密吗 并且拿出了这些照片 上面拍到了老坏大哥和二哥秘密接触 现在还出现了通缉犯小黑 她警告二哥现在证据确凿 二哥如果一个人被锅的话 一定会老底坐穿 迫于英姐的威慑 二哥终于松口 答应听听看英姐给出的条件 此刻大哥正在对崔署长疯狂输出 指责崔署长半事不利 手下的英姐居然这么难缠 现在可是老坏竞选的关键时刻 他命令崔署长尽快解决英姐 不然大家都别见好过 说到底 崔署长只是老坏扶持起来的一条走狗而已 说败一脚踹开了崔署长 嘿 宁可平凡也不能当狗 隔天 面馆内 贾哥打算在娜娜的协助下拼凑着不完整的记忆 伴随着神力发动 贾哥的回忆渐渐清晰了起来 当年贾哥负责小金的失踪案件一天夜里 苏爸突然找到贾哥 告诉他 小金的失踪和正在竞选的市长老坏有关 两人展开了联手调查 终于查到了一个线索 小金的一个朋友可能知道小金被埋在哪里 软磨硬泡了一段时间 小金的朋友终于同意 同时贾哥答应见面爆料情报 也就是在那天贾哥遭遇意外 失去了记忆 看来 朋友的帮助真的有很大的必要 此刻 贾哥集中12分精神爆出了记忆中小金朋友的电话号码 不过也因为头疼 暂时终止了回忆 贾哥联系了英姐将刚刚得到的号码报给英姐 让他帮忙去查 同时也告诉英姐自己找回了记忆 这一瞬间 英姐红了眼眶呆立当场 当初和贾哥的甜蜜回忆 浮上心头 贾哥当时已经向英姐求婚了 万万没想到 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 他们相约晚上见面 两人都很期待找记忆 以后恋人的再次重逢 干得漂亮 单身狗颈绕路走 此处开始洒狗粮了 夜里 面馆的小伙伴鼓励贾哥努力追爱 大气的张武 更是贡献了张武额度的黑卡 供贾哥约会 随便话 一群人都在为贾哥找回爱人而高兴 很快到了约会地点 贾哥一脸兴奋的来到爱人车前 等待他的 却是晴天霹雳 应接倒在方向盘上 毫无声息 不会吧 不会吧 应解遇害啊 本章完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